东莞十白的那个事,听说你们也听说了吧 现在是凌晨四点钟啊,我被蚊子咬的 我刚刚在手机上面刷那个抖音啊,刷到这条新闻 说东莞十白那边,那个小伙子找不到工作 饿了三天三夜没吃饭 直接隔壁在十白大街上面 整得我一晚上都睡不着 然后这个事情呢也让我底味道了 我不敢躺平了 我要违规正常的生活了兄弟们 太恐怖了,当地二三天三夜都能饿死人了 搞得我现在都有点汪了呀兄弟们 所以我明天早上七点半要去干日节了 我晚上睡不着 但是我明天去干一点的活,时间就调回来了 该违规正常生活了兄弟们 所以在外面找工作的朋友 能找到工作就赶紧去工作 不要在乎公价了知道吧 饿饭真的能饿死人啊兄弟们 现在搞得我有点汪了 大家好,今天是礼拜四 再上两天半又可以休息了 每天中午都是吃点饭 然后回快平房这里思考人生 今年来广东打工 感觉到是出来混日子的 每天上八个小时只挣一百块钱 一天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扣除异常开机,所剩无几 年到中年,每天都在被挣钱的事发糟 可惜,醒得太晚 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枯燥又发味 但除了进场,又不知道自己是要做什么 明明知道经常打工 靠体力挣钱是永远翻不了身的 但现实很残酷 没有人愿意带你发财 凡事都要靠自己摸索 没有一级机场 年纪越大 挣钱越厉不从心 同时还遭到别人的嫌弃 估计又不用加班了 早上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做 早一个上午呢 只拧了几颗螺丝 最近显得很 都没什么订单 每天八小时 拿底薪一百块钱左右吧 只能够为其基本生活 想存钱很难 挺羡慕那是老哥的 一人气宝 存家不饿 不像我 要养家无可 压力非常之大 我觉得我老公就是一个 蠢蠢大冤种 就是他买的这个房子 看看这外面这么破 进到小区里 里面跟鸽子龙一样的 一个挨一个 根本没有小区环境 关键还是小产权 50年产权 当时买的将近9000亿瓶 加上装修 总共花了不到50万吧 而且这个房子 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里 我是真不知道 他当时怎么想的 花这么多钱 买这么一个房子 这钱要是在我们老家县城 可以买一个 100多瓶的31厅 今天我问了一下中介 我说这个房子 现在如果卖的话 能卖多少 中介很直接说 现在可能10万也卖不了 现在房子都在降价 没人买 只能租出去 租出去一个月 能租2000多块钱 还能稍微回回本 但是我公公不让出租 老人爱惜东西 怕租出去 把房子给糟蹋了 关键这不租出去 不就相当于每年白扔了2万多块钱吗 有这2万多块钱干点啥不行呢 我是真不能理解 西安最近这个流感是确实比较严重 很多的幼儿园中小学的孩子都感染了 3月8号也就是昨天 西安发布了一个流感应急的预案 其中提到必要的时候 可以实施一拘的封锁 停工停业停课等措施 不仅如此 现在假流抗原跟当初的核酸试剂一样也火了 而且价格也不菲 测试的方法都是去捅鼻子 价格是30到70元不等 我们家孩子去医院做的鼻式子是68元一次 另外一个卖断货的就是治疗流感的奥斯塔维 最近我想家里有孩子的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药 各大药店都是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 很多人甚至托人从外地去邮寄 群里现在也到处都是瞧购这个奥斯塔维的 而且这个药必须要吃够5天才可以 说实话 听到这些一个消息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据我来说的话 我是非常惊讶的 首先就拿这个停业停课这些来说 疫情才刚刚结束几个月 好不容易大家都是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 现在最怕的就是听到动不动就封控的这个日子 这绝对是当前西安人最强烈的新生 其次呢就拿这次大流感的症状来说 我们家孩子是感染了的 要说严重呢 感觉确实是比新冠要严重一些 新冠呢只是高烧失睡 但这次假流呢是多了呕吐肚子痛 食欲减退 高烧呢也是一个持续性的 两天呢没有吃过一口东西 但是呢第四天到第五天开始 高烧就退了 肚子痛的症状呢也会慢慢的消失 虽然说食欲还是不太好 但是总体的感觉不至于达到 要封控管理的这个程度 再说呢就冲击 它本来就是流感高发的一个季节 往年来说呢冲击感冒发烧的人 也不在少数 只是说这次流感的毒株 它不太一样而已 对症治疗就行 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去恐慌 该上班的上班 该干嘛的干嘛 诗和远方都需要路费 加油挣钱吧 实体店的倒闭潮来了 如果实体店全部都关门 我们所在的城市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现在的实体店的倒闭概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3%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一条街上的100家店 顶多有那么几家店生意在赚钱 大多数的实体店都扛不住了 甚至还有很多实体店已经在负债经营了 每天守着一个店 一个顾客都看不见 好不容易进来一个顾客 忙前忙后帮人家挑选产品 结果人家使得很快说 老板你这款比某多多上的价格贵多了 更气人的是 当着你的面打开手机 跟你对比看价格 手的店比手管还难 那做餐饮的朋友也比较难 以前是一个房东还可以 毕竟还养得起房东嘛 只是每个月过来固定收入房租 但现在呢 又多了一个房东 外卖平台 外卖平台每单抽你20% 你卖的越多 抽的越狠 基本上都是在为平台打步 平台就像吸血鬼一样 非得把你吸干净不可 做线下没客流 做线上你没利润 就算给你免房租 估计你都很难生存下去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钱去消费了 对不对 尤其是自从有了电商网购以后 实体店更加困 实体店的痛 也只有真正做过实体的朋友 才能够真正切身体会到的 干脆我们都不要做实体店 都关门算了 省得很多人说实体店老板都是黑心的 都是暴力的 以后大家都去做网红算了 都去做知识付费算了 这样可以快速的拥有好车好宅 那互联网的进步 导致了越来越多人感到孤独 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 如果大街上没有一家实体店 那么你所在的城市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学亏 今天去看看房子 从买完房子就去过两次 一次是收房 一次是拿房本 拿房本的时候呢 我还没来得及进小区呢 就着急回来看孩子 这次去看看 到这儿了 车没油了 先加个油 前段时间呢 我把房子挂上 想给卖了 今天我们看房子 就正好去看看 了解一下现在的房价 看看到底这套房子 亏了多少钱 看看价格合适的话 就卖了算了 反正现在也还还着贷款 卖了在北京换一个小点的 反正早晚都要在北京买 新的一年新计划了 我和孩子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不过呢 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开始买这套房子呢 是想的 起码是自己的一个房子 是我自己的名 还有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 这个小区的配套挺好的 幼儿园小学都有 那时候燕郊还先购 我就买的是上住的 加上这个房子 也是我喜欢的那种 富士 调高六米的那种 完了还是那种大的落体床 我比较喜欢 然后我买 一开始呢 一开始问呢 说是可以落户 后来放开了 就说不能落户了 就行了 加上我一直在北京住 也不想动了 这套房子就 这套房子下来就一直空着 也没装修 后来孩子的上学落户问题 我又在燕郊买了第二套房子 那现在这套小的 就更没什么大用了 还亏钱 没愿还着贷款 想想还是决定卖了吧 没想到掉价掉了那么多 听完那个房子卖的价格 狠狠地亏了110万 这110万 我干点啥不好啊 吸引两半截 行了 看完房子了 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回北京吧 我会给你 看完 如果是不信用